又到了三海气象的时间了 明天的天气是如何呢 我们来请教气象主播老外 老外请说 是的摩拉斯 各位观众朋友 来 和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三海气象的时间 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都很好 特别是在西半部地区 由北到南 一整天都见得到阳光 不过虽然天气好 但是在中部地区的民众 一定也有注意到 就是空气品质 似乎不怎么理想 虽然环保署在今天也针对了 中部地区发出了一些警续 要提醒呼吸到 比较敏感的民众 要多加注意 至于这样的好天气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们就先从微信云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了解 未来的天气变化 从微信云图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我们附近的云量 其实是不多的 但是到了明天的下半天之后 在华南地区会有一道 封面云系逐渐的接近 所以下半天开始 北部地区的云量 就会明显地增加 而且降雨的机会 也会明显地多了起来 而在迎封面的东半部地区 明天一整天下来 也就是在宜兰跟花莲 还有台中地区 偶尔还是会有 零星降雨的发生 所以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明天出门要多加注意 而在中南部地区的天气 明天一整天下来 天气变化不会太大 都见得到阳光 但是提醒在太阳底下活动的观众朋友 就要做好这个仿晒的工作 因为在太阳底下 紫外线是蛮强的 所以大家要多加注意 关心完了天气上的变化 至于温度上的成型又是如何呢 我们再重新来将的地面天气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看看影片在温度上的呈现 各地的温度在今天 都还算蛮暖和的 但是在高海 把这山区部落 温度都还是偏冷 像是在嘉义的阿里山 今天的最低温就降到了4.4度 而从地面天气图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未来在华南地区 会有一道封面 而我们要把重点 放在后头的这个冷高压 也就是中央浪局不断预告的 未来会有新一波的寒流报道 就是这一股冷空气 而这一波冷空气 可以看到在它附近的 等压线很密集 数值也很高 就表示它的强度会很强 所以随着它接近 靠近我们的关系 预估明天光是在 北部平地地区的最低温 会降到13度 而在中南部地区的最低温 预估会降到17度到14度之间 而在东半部地区 特别是在宜兰地区的 最低温预估也会降到13度 而在花莲跟台东的最低温 会降到18度 但是这些最低温 并不是最冷的时间点 因为随着这个冷空气 南下的关系 最冷的时间点 会是在星期五跟星期六 预估光是在北部平地地区的 最低温就会降到10度 甚至会更低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保暖的工作 还有这些衣服 都要做提前的准备好了 因为我们的元宵节 就会在寒冷的温度中度过 至于明天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 上海奇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 明天的下半天开始 北部的云量会增多 江雨的机会也会增加 而且到了星期四之后 各地的温度就会一路的大幅的往下掉 一天会比一天冷 大家要做好防寒的工作 农与养殖业也要严防寒害的发生 这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您一切顺心平安